大家好,我们是若福西房车记 大早起来 月龙还在睡呢 我准备先去酒店看看 这边早餐怎么样 昨天问了一下 20块钱一位 酒店有自助早餐 看看有没有好吃的 有好吃的的话 一会等月龙起了 我们就去尝一尝 看看 没有人 早餐还有吗 早餐还有吗 早餐,你几日 没有,我都还没起呢 我那个同伴还没起呢 我先看看菜 8点半开餐,10点半可以吃 哦 他不是那月 我知道是那个 嗯嗯嗯 就已经没了是吧 你要吃我一会就给你准备 快喝 奶茶,我都吃,啥都有呢 奶,牛奶都有 我一会等他起来再说吧 你过来就行了 我说我先过来看看呢 好好好,谢谢啊 谢谢啊 基本10点半就被残了 就 就 就只能是别人现做给我们吃了 既然吃不了早餐 我们就先溜溜浪了 走,我们去小公园逛逛 今天这个天气就很舒服 凉收收的吹的风 说今天要下雨了 已经要温了 然后我们现在的任务是什么呢 现在任务就是等 等我的无人机 接下来的日子呢 我们就会在这边好好的生活 耐心的等待这个无人机的到来 月龙终于起来了 我们准备出去 但是此时此刻的天气更加冷了 看月龙穿的就知道 我现在还是短袖 我要不要换一套衣服再出去 好,现在出街 现在是 11点过 我们最终决定 不去那个 里白吃自助餐了 因为没有自助餐了 我们过去的只能点餐 就想着算了 主要是我们还得去取快递嘛 呃,带着雨伞 以防 天气突变啊 这天气 这雨应该说下就 就会下的那种 先那个吃个早餐 我们再去 我们再去 取包裹 呃,离取包裹的地方 1.2公里很近 我们准备徒步过去 吃饱了,你要吃包子吗 还是那个 还是这个 牛肉面 牛肉面这个24小时营业的 应该还有个,哇靠,就在我们这后边 如果这个门能 能开的话 离我们很近 他们家感觉还不错 对 我这了 女肉面 女肉面 情女套餐 女肉面居然还有情女套餐 招牌牛肉面 招牌牛肉面 77号品个面 招牌牛肉面 要一个 两份 不不不,我要过油肉拌面 哦 好久没吃了 过油肉拌面 对 拌面有没有 有有有 厨师说了有 哈哈哈 然后还有 包尔沙克 好多 炸鸡腿 尖蛋 呃,你要鸡腿,我要个尖蛋 我要鸡腿加尖蛋 好 我的拌面已经到了 月龙那个都快吃完了 好贴心 过来就先加个面 哈哈哈 我的还没点 啊 蒜也有 可以 小菜 可以可以 尝一口 他们家的拌面怎么样 嗯 面锅冷水 然后 整个菜炒得也不错 感觉 肉不吃太多 菜比较多 吃面不吃蒜 味道少一半 嗯 吃老蒜 吃不动了 我今天这战斗力啊 真是不行 但这个店啊 是真贴心 拿了蒜之后 会有一片绿剑口香糖 外边现在开始下雨了 月龙按赖不住进了 说出的出来了 我们打车去 打个车去 就打个车去 哦 到后面 怎么了 不让住啊 雨龙说他们上次来的时候啊 在这边有一片红楼 今天就可能去不了了 那就只能改 明天 天气好一点 就可以去那边 红楼那边看一看 那边的建筑很有特点 到哪儿包裹就在哪儿 新疆顺风行 快点 好 又是那大厢 又是若索买的吃的 走吧 这雨下的好大 来 做个开箱 看看若索又买了些啥好吃的 若索啊这个 我们挣了这个钱啊 全买吃的了 小米咋你也买了 你不是喜欢吃吗 对 我很喜欢吃这个 钱五福的小米咋 正好是甜的 可以吃 对 香薯鸭 有那个月龙的是吧 对有一包是月龙了 就买了两包 一人一包是吧 还是有三包 三包就是有两包是月龙的 五包是月龙的 嗯 月龙喜欢吃嘛 好 这就是他无敌下酒菜是吧 这个是个啥 这个啊 我也不知道了 你猜猜看哪 你先看看 能看的 有啥 这是月饼 哦 这是省医的月饼是吧 哦对 对 传说中的月饼 传说中贵阳最牛的啊 就是那个省医月饼 就是去医院 医院排队嘛 一家不靠医术出名的医院 他们是靠月饼出名的医院 对 这他们家月饼可以 我买的是简吧 这个就是什么 辣椒脆 辣椒脆 这个也是可以下酒的 青盐花生辣椒脆 对 那个盒子是啥呀 我们来 最后揭晓这个迷离 我都忘记我买了什么了 我都知道买了香薯鸭的 这个 豆腐 小朋友 你是否有太多问好 豆腐我们好像没有买的 就是啥呀 辣椒 哦 我的盐酸菜和豆腐丝丝 哦 盐酸菜豆腐丝丝 好吃 好吧 外面这雨下的 我实在是不想出去送鸭子 哈哈 先放到这儿吧 老公你喜欢吃这个豆腐食食不 我不喜欢吃 我买的是那家 到时候可以喝月龙喝酒的时候 我买的是羊肚子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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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